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所有这个security一类投资的这些税金到底是多少 其实它分为这个long term和short term两种 那什么是long term就是你的holding period 大概你拿了这只股票有超过一年以上的话 它就consider你是long term 那如果你是少于一年的话那是属于这个short term long term来说呢它是比较beneficial的就是说它这个税金上面会有很多的豁免的政策 每年呢你只需要这个total capital gain呢是付这个15%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今天买了apple或者tesla的股票 然后呢你holding是大概一年以上 at the end的12月然后报税的时候前一年呢 你呢是一共赚了10万美金 这样子的话你需要付的税呢大概就是15%的15000美金 然后呢拿到你自己口袋里呢大概就是85000美金 那如果今天我们做的是short term甚至是day trade的话 我们同样赚了10万美金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真正拿到自己手上的这个钱呢就不是85000美金 就少了很多 作为day trade来说呢它会算是你一般的收入 然后呢是按照你不一样这个tax bracket来帮你算的 有的人呢他是fader大概是24% 然后呢还有这个我是在加州加州的税 这样子的话全部加一起可能有30%40% 那最少是24%的话 那我们算是盈利这个一年是盈利10万美金的话 那你可能要付掉24000块的税 然后剩下的呢就是你真正拿到手里的话 可能只有76000美金 那有的小伙伴会说那我今年去年赚钱了 可是今年赔钱的情况下 那去年的税呢其实你是一定还是要交的 但是今年我们赔的钱呢可以这个你去report这个loss 然后呢可以持续的carry over你这个loss 大概是美国是8年左右 但是每一年呢他是up to 3000美金而已 你算一下 八年3000美金大概是24000块左右 所以这个税金其实还是真的是蛮严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好你自己想是做这个long term呢 还是做这个short term我比较建议大家 如果你两个都在做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两个看我分开这样的话 不管是你报税的时候也好 你自己去提交任何的这个1099给你的cpa也好 你自己去online去upload你的file也好是非常的容易的 所以尽量你的long term和你的short term account一定要分开 接下来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说那我们做day trade 这个赚的可能是比别人多了一些 可是付的税这么多 难道我们就没有一个方法去write off所有的这些expense吗 其实是有的 大家呢如果是qualify这个day trader的话 我们是可以register你这个day trader的status 他这个叫做TTS就是trader tax status 那怎么样可以qualify这些这个status 那我们如果是这个TTS的话到底有怎么样的beneficial呢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作为这个TTS呢首先最好的是它是fully tax deductible 然后呢接下来是没有这个wash sell这个入 就是作为day trader来说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说 我今天买进一个股票 然后呢我会stop loss马上把它卖出 然后觉得它好再把它卖出来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investor的话 他会consider你是一个wash sell 这样子的话他会把你的loss 就是加到你的这个成本价上边去 但是如果是你是register的day trader的话 这个呢就没有这个入在你的身上去产生了 另外呢作为这个TTS的话 你有非常好的这个可以wrap off你的commission啊 borrow fee啊还有甚至你的这个rent computer 还有这个所有关于day trading你用的一些软件啊 这些其实你都可以作为你的business expense来这个 deduct掉的 那当然呢你要是真的是把这个day trade作为一个business来做的话呢 希望你自己给你自己成立一间公司 最好的是这个loss在day trader里边的话 这个是比较这个beneficial的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write off很多你自己作为day trade的一些 expense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少付很多很多的税 那接下来关于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qualify这个tts 就是day trader这个certificate呢 其实呢每个地方写的都不一样 在这个irs的网站他只有提到了四项 可是呢看了很多很多其他的day trader的意见 再加上很多大型的金融的这些网站来这个推荐 而且我分析出来呢其实有七点大家是要注意 而且如果你达到这七点的话 你基本上就可以这个qualify这个tts了 但是呢这个是非常tricky的一个事情 就是今年你申请到了这个tts 但是不保证你明年也同样会申请到 所以呢我会把这个七项呢从一到七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没有做到的话赶快把哪一个小项加紧起来好吗 那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说 你这个at least 30 hours spend weekly on the trading activity 就是说你每一周呢是最少要在这个做day trade的时间上边呢 要花30个小时 一般来说你去工作的话是每一周40个小时 所以他要求你每一周30个小时是花在这个day trade上边的 第二个呢是这个你任何一个position或stock option的话 你的holding period不能超过31天 有很多这个long term说我今天买了三个月之后卖了 他这样子的话就不会consider你是这个day trader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31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然后呢他要求你在做这个day trade这个business的时候呢 operation有一些非常需要的software 我在前几期的视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 比如说像我看的这个去scanner啊 或者是education的一些这些software啊 或者是你甚至你的chart room这些呢 其实他是要要求你有很多professional的software 你有没有在用有没有在付钱 其实这些software不便宜的 一般来说最便宜的每个月是一百九十几块钱 然后呢贵的话可能一个月是三百四百块 所以这些呢他都会看你是不是真正的认真在做这个day trade 好接下来呢第四点他们要求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account size 大有多大呢 其实我有他没有具体的要求 但是呢看了很多查到是大概是15000美金以下的话 他会consider你不是一个做day trader的 其实我比较建议呢 你看在25000美金以上 因为如果没有25000美金的话 你也不可以去满足其他的一些作为day trader的要求 比如说你一周要spend30天 然后呢你每天要做多少个trade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能按完成这一个要求的话 其实就loose到其他的一些opportunity去作为这个day trader了 好第五个 他要求呢这个volume 也就是说你做day trade 一年一共要做多少个trade 就说今天我买进卖出这是两个trade 他要求呢就是total一年有750个trade 750个trade这样听起来就蛮吓人的 可是呢你这样换算出来大概是一个月是60个trade 一个月60个trade的话 你想买进卖出你买一个特斯拉的股票 然后再卖出去他就consider是两个trade 那就意味着你每天做一个trade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满足他这个volume这个要求了 然后接下来是frequency 他要求你是一个星期要做四天day trade 然后呢一般来说是每天要四个钟头以上的screen time 这个要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星期有四次的操作 分别在不同的天里边 这个他们会是一个考量的一个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小心一点点 最后一个是他要求你有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最好是llc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跟公司一起去报税 然后呢会抵掉很多的expense 好了那今天呢这期视频就是完全跟大家在聊 关于这个tax和airs的一些要求 我把它们具体分析出来起打响 希望呢对你呢有一些帮助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点赞评论还有订阅转发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四再见 拜拜 by bwd6